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政府今天也宣布将会提早放宽部分的社交距离措施 例如由星期四开始就将会重开泳池 以及去郊野公园和在户外做剧烈运动都不再需要戴口罩了 餐厅进一步就放宽到百人一台 母亲节就来了 当日有多些一家大小可以同台一起庆祝了 政府今早突然送大礼 提早放宽某些防疫措施 食肆首先最得益 5月5日星期四开始可以八人一台 今个星期日就是母亲节 一台四变八,生意一定发 这间酒楼知道一天放宽之后 马上改,改大台,改套餐 提早两个星期对我们业界打一枝强心针 今天我们一早听到特首放宽 我们同事很快菜 马上已经做了八人餐出来了 乳珠,有个雪燕,有条大龙灯,有个海虎盒 例如他提早下订的,就是楼台的,我们就不收他 现在希望出到八人,我们翻一个翻 譬如多二十张八人 或者再多三十张八人 你看到我们的区域又很大 我们区域随时,我们任何位置都可以做八位桌 期望反过来,生意会多了多少 现在出到八人,我们希望只剩下我们 以前正常的八十个百分比 未放宽前,本来一家人吃母亲节饭 分分钟要打对台 现在坐在一台,可以齐齐整整 越多人越高兴 死好一点的,有消费券 支持政府,支持业界 和多一些人的工作 像现在你四个,你怎么叫什么好? 那你八个就可以叫大一点 更开心,可以多坐几个人 分散了,很难的,叫东西吃也很困难 如果你叫小一点,如果有一份 第二个旁边的桌子 要拿到旁边的桌子就乱尽 而这家火火店就寄望放宽措施 可以将生意冲一冲 这四位,根本就有这么多子女 这么多城店,坐在一起就坐不了 一家人母亲节,起码吃东西多了很多 妈妈,两个子女 一可以坐在一起,大家都开心很多 我求精,我不求多 我希望有消费力的客人去帮衬我们 有多几个桌子,多几个桌子 希望比平时多一倍 生意价,希望疫情前的七到八成 大盆人吃饭很开心 大班同学重序更兴奋 教育局早前宣布 中学由今天起,可以分阶段复课 这家位于葵聪的中学 今天才恢复半日面售课堂 等了三个多月 同学真的望到颈都长 今天很开心和兴奋 可以见到同学 有没有超级期待上学? 有 十分有多少分? 十分 有这么多? 真的有,这么久没见 学校要求学生在上学前做快速检测 做完结果上报网上系统 上学拍卡的时候,检测结果就会呈现 如果有做就会显示蓝色 不过这样,每天都要做检测 便是要早很多起床 同学又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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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 前学校要有九成学生打了两针 才可以恢复全日面售课程 相比之下,暂时只可以回半日 有学生就觉得差点了 我会喜欢回全日多些 教习的时间可以长些 如果有时半日教不完就会去到另一天 全日就可以刚刚好教了些时间 有时很难可以专心 经常会给一些家里的东西分心 为了令家长放心 和提供安全环境给学生上课 学校都做了不少准备功夫 当中主要要做的就是校园里面的设施 我们是否已经就识 尤其是一些系统 我们要将每一天 老师和学生的检测的结果 和他们的体温所有的数据 我们中央去收集处理 每天上午10点之前 我们就要整理到全校的数据 上传给教育局 其实这个反而是我们用得 比较多时间去做跟进的 我们的同工也都是在大门口那里 即时去看这个记录 如果是漏了的 我们会联络家长 也都请同学去跟进 似乎都运作如常 除了防疫措施提早放宽之外 冬铁线的过海段将会提早通车 记得是5月15号 是的 到时乘客由红磡到金钟 大约需要7分钟 由九龙堂到金钟 大约需要13分钟 省了4分钟 好,4分钟时间 足足可以吃到杯面 才慢慢出门 至于以下这个节目 大家都不希望它这么快完 因为里面的表演相当精彩 声声不适效应下 Gigi、闫明熙和Mike、甄比特 两位生生代歌手 一夜成名火速爆红 成功打入内地市场 Gigi微博粉丝数量激增 首集演唱飞飞官方视频 点击率六天内超过110万 第二集和鲜华合唱《勇》 为乐迷带来惊喜 一样热爆 我觉得鲜华姐是非常细心的一个人 而且她很照顾我 无论是唱歌里面的一些小小的技巧 又或者是我们在舞台上做的一些动作 然后编曲、服装上面 她都帮我想了很多很多 我觉得一个人成功是有原因的 Gigi大成功 可以说是光宗耀祖 全家人都为她开心 妈妈她哭了 是 她怎样哭呢 她是我第一天回去之后 我在行李箱里拿奖出来之后 她拿着奖子就哭了 那之后她哭完就慢慢哭 慢慢哭完 那我就不知所措 然后我就不知道 究竟要不要一起哭 和他们抱着 我妈妈是真的一个非常感性 非常感性的人 然后我也是有一点那种感觉 但是当可能真的 妈妈在哭的时候 我觉得我反而要安慰她 那妈妈这段时间 有没有不断地熬汤水给你喝 没有 我想因为妈妈是北方人 所以比较少熬汤 那她怎样慰勞你呢 我们是出去吃饭 然后喝茶 回到乡下喝了两次茶 是不是呢 三次非常之开心 妹妹那天都乱入你的直播当中 没错 就是我觉得大家 是不是都说她很像我 没错 要的确是真的挺像我 尤其是在小时候 我们大家互相 小时候都非常之像 可能尤其是流海 因为我小时候都是剪流海的 上一集的声声不息 除了Gigi的人气度提供了很多之外 当中Sally叶善文的表演 非常之精彩 唱汁之余还相当跳得 是啊 如果我六十岁也有厉害 那你看就好了 所以说做人什么时候都要身心健康 我每天都是这样 淋这些花 开得很盛放会很开心 八十岁的淋女士 是这个中心的义工 除了园艺 日常还会参与不同的服务 几年前 她要同时照顾着 在安老院的丈夫 妹妹和妹夫 身心都承受着很大压力 当初照顾我妹夫和妹妹 是心力交水的 一个礼拜去三天 我在将军澳去到千水围 来湖都已经四个小时了 虽然在院舍有人照顾 但是在疫情之下 未必能够探访和联络 照顾者难免会感到不安和担心 最担心就是晶月 一路的疫情 担心她那时死了都不知道怎么办 是想不到 如果真的探不到家人的长者 她们可以透过老人院社的安排 做一些视像探访 或者电话 这些都是很需要的 疫情下 家庭聚会少了 亲人见面难了 长者更加容易觉得孤单 情绪问题更加值得关顾 在疫情下 我们都要多些关心长者的情绪 那个变化 可能他们的变化 未必会很表露 他们会收到不同的家人说 变成了家人的慰问 都需要持续 多些体谅他们 还有要内心沟通 生活保持规律都很重要 比如定时做运动 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 睡眠 留意时间都很重要 最重要是保持社交的联系 多些参加他们喜欢的活动 我很开心 看到那些花露成长 又看看这些字 又晒到太阳 那些人就什么忧鬱都会过去 我上来中心 我是觉得没有烦恼 我就不要想任何东西 有时看到那些姑娘又开心 有时自己不开心 说出来是很好的 关怀照顾长者的同时 照顾者也不可以忽视自己的身心健康 我觉得活老者 其实也要多些留意自己的生活规律 有机会也要给自己一些时间 去参加一些他喜欢的活动 所以他可以舒缓照顾的压力 最重要的是 如果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是需要找人寻求协助 譬如朋友或社工也可以 回来东张西望 坊间有些减肥的人 会选择不吃白饭而吃米粉 因为卡路里低一点 但是一碗米粉很快就肚饿 可能要打骂上 销委会有调查 就发现一碗米粉的热量 是低于一碗白饭 但要吃两碗的话 就会高于一碗白饭 哎呀 这样搞法 难道真的要只吃菜才行 不过说起蔬菜的话 想不到卖菜的店铺会显起这么大的风波 好 早前这间长沙环菜当 货物阻加严重 食环署职员到场执法的时候 遭到菜当员工以粗言辱骂 更快用心口顶出马路 以食环人员、其后和警方 进行一连串的行动 而在北河街也发生同样的情况 在这个月初 菜当员工和多名食环署的职员 发生冲突 但在片段看到其中一名菜当员工不满 惹得推葬食环署的职员 即时被警方制止 我们巡视多区 发现到各区的菜当 左街问题非常严重 滋扰市民 摆满了 你走不了的 连那边的篮杠 全部摆了三、四行 因为经常来趕它 叫它封连 到现在它又堆出来了 人家一来 你都要懂得做些 或者等等 它有时候都不理 那边的东西 那边的菜当员工 就更加过分 货品不止占用行人路 还由店门口开始延伸摆放 足够有三间铺位 十多米长 残菜、杂物和垃圾 就删下整天 卫生情况真是一般 行人没有路走 现在连车都没有 之前有市民不满菜当 阻街的行为 好言相向 但是就被他们破口大 你不是说 我马上去拿包包 我马上去拿包包 我马上去拿包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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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去拿包包包包 我马上去拿包包包包 虽然食環柱在当眼位置挂了 挂牙牙 告示他们不要把物品放在公众地方 也摆放了涉录器监测 但成效大不大呢 我们去到西贡区 这间菜当看看 情况同样严重 自从菜当在上年十二月开张 就无法无天 令到西贡烏烟瘴漲气 原本很阔的行人路 货物霸佔了半条 轮椅都只是刚好过得到 是街坊出的行方便 因为它直接摆到 你是没可能走得到 街坊的群组织 其实多了街坊 会经过的时候拍下照 在这间店铺里面 又不可以了 街坊自发设立监察群组 拍摄菜当为例的情况 但有次街坊Brenda拍摄途中 就被菜当员工以粗言辱 你这个… 女儿 喂… 喂… 我说完粗言之后 追着我想抢我的手机 那个时刻它是拍了我的手 这件事我都去了警署避案 自己明明是不对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恐吓一些居民呢 对 就连旁边的后巷都被他们长期霸佔 到了晚上, 情况依旧 以为只是用帆布遮住货品 就看不到 这天我们看到几名食環人员在场巡查 菜当员工不满就跟他们理论 还大声地说 如果你要拍照, 我才给你拍照 是没问题的, 你明白吗? 你明白 但是你没事的, 只是心碎盆 心碎盆, 心碎盆 心碎盆 现在又不是找到他们 不是, 过激高层 我们被人高了多少瓶 你自己成功都可以 我知道 围麗左街都觉得自己没问题 之后他们似乎沟通好 菜当员工都只是把店铺门前的水果 搬到另一个位置 而摆放在马路边的货品 就没有被检控过 是左街 但是因为它这些有另外一些组别 小组别的负责 我们就只是贩卖 说难听些是反转了派对 和影响到市民 我们都尽量做 我们时不时下来 经常打击客户 那次过来, 他拖一下问候我们 就骂得很厉害 一早就骂来 三月初的时候 我和食環有个督察 我都要求过他 究竟小贩组那边 其实出了多少张告票 但至于他就叫我 问回新闻组来拿出资料 但到现在都没有回覆我 结症了他的态度 他经常真的带市民去油花园 到他四月五日跟我打电话 那时候, 其实有些东西 他都推卸责任 我们去到另一个左阶重灾区 大埔四里 本来四里对出是空地 但他们就将公众地方 霸置成私人货仓 变成法宝交场 他们光明正大左阶 罚款当仓租 认真没有网管 不少店铺自行扩张营业范围 将货物无限延伸出行人路摆卖 像这间水果店 车离子放到出口位 这间菜单员工 就在中间通道整理货品 纸皮、手推车等等 霸佔了一大半行人路 搞到水舌不通 你在看这些? 这两个地方 不要把他们的家庭 你会想到一个小忘了 有些例子 有些例子 特别有点 有点 不过 这个料理 用很多文化 用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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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字 有間菜單更加違規多次 霸佔了公園對出的位置 現場看到蔬果放在垃圾桶旁邊 也沒有用東西遮蓋住 貨物堆積如山, 真是多誇張 他們還把貨架放在行人通道上 食環處都只是張貼了 移走障礙物通知書 要求他們在四小時內要移走貨架 我們也看到不時有食環處人員在場 似乎都對菜單觸手無策 而在另一晚 我們現場直擊街坊挺身而出 指責菜單的行為 但就被幾名惡霸員工爆衝恐嚇 你怎麼沒有穿滿東西 不是, 跟你們有什麼事 街坊, 街坊 我現在看到你們是不是突出來了 你們是買到的, 連連路也沒位 你怎麼… 昨天他昨天買到那裡 我連一輛便宜車都走過去 你怎麼… 四百人… 有誰帶給你 你有本事, 你去搞吧 我怎麼要搞 剛才整班食環可以完全試又無睹 即是…讓你們這樣去… 這樣…食環大事不力, 是嗎 期間有食環人員在場 為什麼他們視而不見 會即時採取行動? 是否這樣令菜單有此無恐呢 當天是我們在量度一個呎 我們在量度貨物延伸多長 還有有沒有合乎政府的規例 但在這個拍攝的過程中 他們就說我們侵犯他們私隱 所以不讓我們拍攝 以語力恐嚇我們 但整個過程中, 我們都跟他們說 你們不把貨物放得太出的話 他們說我們不會拍攝和做紀錄 黃先生指, 這種情況持續了兩年 近年更加變本加厲 經過多次投訴之後 食環處職員終於有執法行動 還充公了菜單的貨品 他充公了多少東西, 知道嗎 那一站有寄五萬元的 四、五萬元? 是…都是水果? 是水果, 還有一輛車 那輛車的時候是一萬元 自從食環處多次執法之後 看到貨物依然放在路邊 不過是分散擺放的 菜單將貨物、垃圾隨意放在街上 還要食環外判清潔工 幫他們執手尾 是否變相縱容他們的行為呢? 而菜單又會否改善左街問題 我們看到疑似是負責人 決定上前問客 想問你有沒有事想澄清? 有事想澄清嗎? 有事想澄清 因為我知道網上有很多你們的影片 可能你們會跟人叫撒 或者說你們的貨物擺得很出色 你認錯人了, 不好意思 為何各區都有左街問題? 會否執法力度不夠? 我們去信食環處處方回覆址 今年一月至三月 於九龍區及新界區 分別接獲1596宗及1675宗 有關店舖左街的投訴 期間於大埔區四里一大 向店舖左街的為例者 共發出157張訂額罰款通知書 並檢取約2800公斤的蔬果及雜物 廚方會繼續留意 店舖左街的情況及採取適當行動 以確保環境衛生 在食環處早前連番掃檔及加強檢控下 各區賽檔才有收斂 但很快便死灰復燃了 有關部門真的要嚴厲執法 才能長久改善店舖左街的問題 如果平日叫外賣多的話 一定見過不少甩漏 以下這位客人就見到這個問題 有叫外賣喝甚麼朋友都會見過 杯蓋上有時候會寫字 就像OT那樣, 就是檸檬茶 但這杯蒜是怎樣的? 那些墨水流在野飲中, 怎樣喝? 對, 於是這位客人就打電話 去餐廳反映 不過職員回覆就說, 你想怎樣? 如果給我電話中聽到這個回覆 再加上這樣的語氣 可能我只可以深呼吸地問自己一句 那我又可以怎樣? 今天整天差不多, 再見 第四個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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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個回合